然后第五个叫禅鼎 禅鼎也分为一个世间禅和初世间禅 那么世间禅在可能你们这个地方 很多人特别关心禅修 现在听说有些人到尼泊尔去 到德国去 到各个地方去 到藏地去开始修禅 在企业当中 在大学当中都在安住修行 大多数都是世间禅 什么是世间禅呢 就世间的一种方法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我们初世间的一些禅当中 也有一些不同禅词的 有一种禅叫做命了五年的禅 有些是安住在一种光明的境界当中 就好舒服啊 明明亮亮的 就感觉是已经正闻了一样的 也有 有些是五年当中 就没有任何的念头 然后你在五年当中也安住很长时间 有些是空的这种感觉当中 这些都是其实不是很究竟的 就是它最后也有一定的这种执着 就是有一定的执着 那最高的是什么呢 就是愿真如 这是我们很多人很难以的 远离四边八戏的 就是真正是通达一切万法的真如本性 那这种境界当中安住 安住于触定 就是无理无合 无二无别 就这种境界 那这是很多人来讲是比较难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可能要坚信自己的生活上的各种负担 压力 这个时候呢 很需要 需要什么呢 就是大家信要放松下来 信放松下来的话呢 应该有很多的 就是对自身的生活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以前有一个寺院 一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天天大坐 然后这个门口上呢 就是卖度负的 有一个卖度负的人 然后卖度负的人呢 就是因为每一次 所有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大坐的时候 他的生意不好 就是他很不高兴 后来他就开始去找房长 就是说是你们这些和尚 天天都是做什么 做餐 做餐 就是到底做什么 然后和尚 就是房长呢 就是给他说 其实就是这种这个大坐啊 就是是个很好的 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不信呢 你也试一试 你自己大大坐就看看 后来梅多夫的这个人呢 他自己也开始 就是双九叛退啊 双熟登陰啊 然后闭目四位 就是一直这样 就是餐餐 餐餐过程当中 过了一会儿呢 他很高兴 他说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做餐真的很有 很管用 然后方长就问他 就是你说说你吃不得到什么境界 他说我平时心特别乱 就是经常呢 就糊里糊涂 忽似乱想 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 焦虑 但是我刚才一坐下来 就是然后我的心呢 好像是什么分别烦恼 乍念都是没有的 就是很清净 而且我在这样的清净的状态当中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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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后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我的邻居呢 在我那里卖度付的钱还没有给我 所以我已经想出来了就是别人 所以坐餐是多么好啊 就是他非常的欢喜 我想我们在座的 我们藏地也有类似的避遇啊 就是跟这个避遇呢 比较相同的 但是藏地呢 就是没有餐度付就是可能 另一种比喻 就是确实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自己坐着坐着 就是坐餐的时候呢 好像需要做的事情 有时候会想起来了 就是但这个是当然是从餐的角度来讲 不是最究竟的 我刚才说是十间餐 十间餐 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呢 有些人跟家里吵架 就是吵架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做这个七天的餐餐 现在汉地也是很多七餐 其实我们很多禅习中心和我们这个 佛教的中心呢 就是跟大家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方法呢 的确也是现在这个人类啊 就是特别浮躁的这个社会当中 很需要我们白天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这个修个大概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啊 然后晚上也是这样 到一定的时候就是心已经习惯了 习惯之后的话呢 白天的各种各样的散乱的心呢 就是不会绕了你 即使你遇到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呢 很快的时间当中 可以调节过来 这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讲 也是非常惯用的 就非常惯用的 对我们的生活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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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的生活来讲的